陈浩铭的老婆一直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,很多人都觉得一个女人五年生四个,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。 但是蒋丽莎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一天月子,而且身材还恢复得非常好,也非常的健康,简直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女记事感,跟孩子们同况的画面,与其说是母亲,倒不如说是姐姐呢? 蒋丽莎也并没有因为家里孩子多了,就把自己整成了作家务照顾小朋友的黄脸婆,还是打扮的美美的,而且有时间也会自己出去玩,不带着老公,也不带着孩子,享受一个人的世界。 最近,蒋丽莎就自己来到了挪威,此前,她晒出了一张自拍,祝大家国庆节快乐,装扮极微性感,虽然头上戴着厚厚的帽子,脚上穿着一双厚厚的雪地靴,但是衣服却十分单薄,而且各式只穿了一条短裤,目测还是开着窗的,蒋丽莎戴着墨镜,手持酒杯,烈剑红唇十分燎然。 今天蒋丽莎继续晒大片,并介绍到,世界的最北极,这一座在挪威斯瓦尔巴神岛上的净土,卫世人称之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,老婴儿称你好,它位于北纬78度,距离北极点只有1300千米,它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区中最纯净的一个,照片里,没有陈浩明,也没有四个可爱的孩子们,只有蒋丽莎一人。 外面的世界白雪矮矮,在这秋日里,周周看到这画面都觉得冷,感觉掉一滴眼泪,大概能立马结冰。 但是身处,北纬78度的蒋丽莎,却依然穿得十分单薄,这是准备在阳台上做菜的节奏。 不得不说,蒋丽莎真的是一个成会玩的妈妈。 10月2日晚上,她刷出了三张更加美丽动人的照片,并称,站在北纪圈,零下十度来一组,值得纪念的片子。 这,的确是相当值得纪念呀,照片中的蒋丽莎还是戴着那顶帽子,那副墨镜,穿着那双靴子。 更可怕的是,她竟然在冬日里只穿了一套比基尼,北极圈被她整得,像是在海边都夹似的。 Amazing下面这张照片是最美的,有雪山作为背景,有湛蓝的天空,蒋丽莎拍出了圣诞节的味道,蒋丽莎还捧起了地上的雪,洒向空中,隔着一层屏幕都觉得瑟瑟巴抖。 但是这些纤细腿和腰质,是真的很漂亮啊,你敢相信这是破妇产,生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吗? 几乎看不到认身文,也看不到疤痕,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再美和惊叹,蒋丽莎的成会玩还体现在很多地方,比如今年四月,她在国外旅行的时候,还表演了一番肥炎走壁, 在没有掉的样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,她冒险拍了这样一张照片,而下面是个很深的大峡谷,换了周周可能早已伤腿发软了。 所以说蒋丽莎是一个神奇的女人,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呀,佩服佩服,但毕竟已经有那么多儿女了,希望蒋丽莎以后还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了好。